花蓮捷安相扶新一街 有六户的居民 最近都无法正常的进出家门 因为门前的道路 有部分是私人土地 7月的新地主要求 每户得支付60万元来购回 令住户难以接受 北巷隆就在8月3号 地主突袭 请了工人安装围离 以让他们错愕不已 这条全部都陪他围棋 一排铁栏就这样堵在家门口 还有公告写着 土地为私人所有 请勿擅自搬离 居民傻眼怎么家门口 被围成这样 住家门前有铁栏的地点 就在花蓮吉安相扶兴一街 道路虽然是政府计划道路 但部分没被征收 属于私人土地 偏偏土地在7月3号 被法院拍卖 新地主以32万8千元得标后 要求住户每户支付60万元购回 但这样的价格 居民怎能接受 没想到3号地主突袭 委托工人安装围离 只留下60公分的道路 让居民出路 好像有之前沟通 可是没有做完全的告知 在今天就进行做这一个 施工的动作 那这部分让这个住户部分 感觉上非常的错愕 突袭日当天 警方也到场关切 但对方似乎不退让 居民现在无奈求助议员 希望相关单位会堪协调 毕竟不但进出不方便 更怕意外发生时 逃生困难 危害公共生命安全 记者陈静夜花莲采访报导 世界上权重草的